过去5年 共有超过1500人通过劳动力发展局的科技相关转业计划加入了科技业 截至上个月初 劳发局委任了145名资讯通信科技志愿职业顾问 以协助员工更了解科技领域 涵盖的就包括了网络安全和数据与人工智囊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一直对网络安全感兴趣 但只有简单编码技能的罗靖康 今年4月转行加入网安领域 他在公司的安排下参与转业计划 未来将到客户企业提供网安支援 这家公司已有两名职员参与转业计划 业者说 雇主能通过计划聘请到经验丰富的员工来满足人力需求 公司也愿意聘请没有相关技术的员工 我们其实认识到技术技能与其他的技能都是一样的 可以学习的 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些技能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累积 并且可以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争执 受访志愿职业顾问说 有意加入科技业的员工一般都不知道从何开始 这么多课程哪一种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经验 然后什么样有心理准备呢 说可以接受压力或者是薪水方面需不需要调整一些 然后跟他们讲去哪里可以知道多一点这些信息 或者什么管道可以给他们去申请 帮助他们成功转换跑道 新传媒经文记者洪宝领报道